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片子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教大家 我們前面所學的這個因式分解是如何應用到後面要來解方程式 首先要先說明什麼叫做方程式的求解 如果我要求解這個x平方-6x加8等於0 那什麼叫做求解 求解就是要去尋找能夠使等號成立的x 要怎麼樣才能夠讓等號成立 這樣子那x要多少 這個用看的當然是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跟你說我可以把一個x平方加bx加c 因式分解成兩個一次式相乘 比如說我告訴你這個x平方-6x加8 它其實可以是因式分解它可以是x-2x-4 這個乘起來就是它 如果我可以做到這一點把它因式分解開來 然後這個等於0 那我要去思考它 到底x要是多少才能讓等號成立的時候呢 我可以想像 這兩個數字 兩個數字怎麼樣乘起來是0 如果兩個數字都不是0 乘起來就不會是0 對不對 所以要乘起來是0 一定要其中一個是0 其中一個是0的話 要不然就是這個 要不然就是這個 所以說從這個數字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一個我把它拆解成x加甲和x加1 那這兩個數字裡面呢 一定要有一個數字是0 一定要有一個數字是0 也就是說 要不然x加甲是0 要不然x加1是0 對不對 那如果x加甲是0的話 x就是負甲 如果x加1是0的話 x是負1 也就是說 要不然x-2是0 要不然x-4是0 如果x-2要是0的話 那x就等於負的負2 也就是x就等於2 或者 對不對 所以要不然就是x-2 要不然x就等於4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就解開來了 所以說求解他 最後答案就是x等於2或4 這樣我就解開來了 這樣子 那 所以說呢 這樣子的這個 求解他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稱為 因式分解解方程式 可以嗎 那來看一下上次的這個問題 上次作業 我們利用他來練習看看 請問下列各方程式解出來x會是怎麼樣 一樣 這裡有兩個一次次相乘 要不然這個等於0 要不然這個等於0 這樣整個式就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x要不然就等於 他要等於0的話x等於1 他要等於0的話x等於多少 x加2等於0 1下x等於負2 我們剛才說明的時候我們是用加的 然後我們說如果你可以拆解成x加賈的話 那他要等於0的話x等於負責 那事實上如果你用減的來描述 你可以把它拆解成x-1個值等於0的話 x就是這個值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1 然後這個就-2 它是x-2 對不對 它就-2 再來 那這個呢 如果你一眼看不出來 我們來推論看看 這個四值要等於0 要不然x-1要等於0 3x-1要等於0 3x-1等於0 3x-1等於0 3x等於1 x等於1 3分之1 要不然2x加2要等於0 那這個x會等於-1 或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 x等於1 -1或1 3分之1 這樣子 下面 x-1 x-1等於0 那這個的話呢 x會等於什麼 我們剛剛說你兩個數字相乘 要不然一個等於0 要不然另一個等於0 所以這邊 x-1要等於0的話x等於1 那另外一邊呢 那另外一邊呢 其實就是要不然的話x等於0 對不對 這個x要等於0 或者是x-1等於0 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的兩個解是x等於1或0 這樣我們稱為兩根 解我們也稱為根 一般來說在數學上 所謂根就是說運算出來的結果 或者說可以使你達成那個 你要的值的x值 反運算出來的根 來 如果是x-1的平方等於0的話呢 那其實x-1的平方就是x-1乘x-1 所以要不然的話x 它就是x-1乘x-1 所以要不然x-1等於0 要不然的話x-1等於0 所以就是一個答案 就是要x-1等於0 所以這個x就等於1 只有這一個答案 或者你也可以想像它開平方 x-1平方等於0 那它開平方x-1就是正負0 就是0 所以x就等於1 絕對值x加1等於0 那這個其實跟前面這個 因四分解求方程式五官 只是讓大家想一想 絕對值x加1 會等於0的話 那要讓等號成立 所以這個絕對值自己本身是正的或0 那要等號成立的話 它自己一定要是0 所以這個x加1一定要是0 也就是x就等於-1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下面 如果是絕對值3x平方-1等於0 那一樣 這樣3x平方-1一定要等於0 也就是說3x平方一定要等於1 也就是說x平方要等於3分之1 也就是說x會等於3分之1開根號是3分之3 那不要忘記有正的也有負的喔 那這是上次的作業 這裡有4題 在剛才練習後 大家來試著想想看 這個 這一個去求解 解出來 x要是什麼 它才會是等號才會成立 這就是所謂的求解這個方程式 x要是多少 這個等號才會成立 那也許x的答案不只一個 那既然在這裡出給大家呢 就是說你們有可能 看得出來 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 不能 試試看 試試看 C這一題 還有 D這一題 想想看 那 事實上我們到下一集 就會來教一個方式 叫做十字教乘法 那只是說在教十字教乘法之前 大家可以先來想想看這個問題 那在解之前 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提示 在使用十字教乘之前 為了讓大家容易解這四題 我們剛才說到 這個音式分解解出來一個是x乘以假 x加假乘x加1等於0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把它展開 x加假乘x加1 那它就會等於x加 括號的 x加 x平方 加假x加1x加 加假乘以 對不對 就展開它 x平方 加假x加1x加 加乘以 這樣子 然後整理一下會變成 x平方 加 括號 加加乘以 個x 加假乘以 好不好 因為為什麼 我寫下面 我寫下面 x平方 加 括號 加加1 個x加 加乘以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整理成這樣子 目前為止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按下暫停看一下 那可以整理成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剛才說我這個 二次四 它是這個 x平方 加bx加 c 那我現在是x平方 加 加一個x加 加乘以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 如果這兩個式子意思是一樣的話 就是說我從 我從原本題目這個式子 如果可以展開來變這樣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我的一次是b呢 就是假加1 我的常數c呢就是這個假乘以 來看這個例子 有沒有 我最後把x平方-6x加8 拆開來變成x-4和x-2乘以 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把它展開的時候 是x平方-2又-4 是不是剛好就-6 所以我的這個地方一次四 就會剛好是這個-2加-4 然後-2乘-4就是8 所以這兩個數字 加起來會是這個 乘起來會是這個 如果b可以拆開來變成兩個一次四相乘 那這兩個一次四 一個x加假一個x加1 那這個假跟乙加起來就應該會是7 假跟乙乘起來就應該會是10 那這樣假跟乙是什麼呢 假跟乙加起來是5 乘起來是4的話 假跟乙會是什麼 加起來是11 乘起來是24的話 假跟乙會是什麼 那想想看 如果還有一點搞不清楚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講解 今天來跟各位聊一聊 我們在公民課本 可能會提到一個這個 行政院跟立法院和總統 一個一系列有趣的互動 什麼互動呢 就是立法院他可以提出不信任案 然後俗稱倒閣 行政院可以提夫議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那這一切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呢 可以這麼說 從故事的一開始 從這個行政院他要對立法院提預算 行政院被立法院約束 立法院透過兩件事情約束行政院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提出預算 立法院要審 第二件事情就是法案 立法院會去修法 立法院他就透過這個修法 他修好的法 行政院一定要遵守 然後他通過或不通過的預算 行政院也要照做 這樣子的話 行政院就會被立法院約束 那一般來說呢 就這樣子了 就是說行政院就是乖乖聽立法院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有點不公平 就兩個層面來說 第一個層面來說 因為行政院是掌握大部分資源的 所以他被限制一下 沒有什麼不好 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就是 是有一點不公平 就是說 這樣立法院是不是就沒人管 你想說有總統 總統也不會直接去管 在制度上面 行政院要做什麼 被立法院約束 立法院要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那這樣子立法院是不是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呢 比如說他如果今天立法院 通過一個法案 假如說有熊老師當行政院長 然後立法院的那些立法員跟我不合 他就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說以後行政院長來立法院 都要跪著進來 有沒有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這種法案對不對 也是可能 他就通過這個法案 那身為行政院長的我 當然是不能接受的 那這個時候我要怎麼辦呢 我就要對立法院提出一個抗議 對他提出抗議 這個抗議的名詞就叫做複議 覆蓋掉前面那個決議 就是說你說的 你立的這個法案 或你通過的預算 或你要我做的事情我不做 但是問題是制度上我應該要做 所以在制度裡面留下一個權力 就是說行政院如果真的衡量 他真的不能做 他就對立法院提出複議 可是行政院如果高興就可以 對立法院提出複議的話 那是不是就倒過來 變成行政院就什麼事情 他要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所以也不能 我們必須要約束就是說 要讓行政院不能隨隨便便的 對立法院提複議 所以我們要再給立法院一個權力 如果今天行政院他 立法院要行政院做一件事情 結果行政院不肯做 那立法院覺得他真的應該要做的時候 在行政院不肯做 他提出複議的時候 立法院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可以對行政院提出不幸任安 我們俗稱倒閣 也就是說 講白一點就是他可以要行政院長下台 我們立法院就是這麼大 當他要行政院長做一件事情 不要講爬著進立法院 這樣感覺好像他們是壞蛋 他要行政院長去蓋一條高速公路 假如說這樣 那行政院不肯做 不肯做行政院提了複議 立法院可以直接叫行政院長下台 他們內部當然是要投票 如果立法委員他們投票通過 提出不幸任案 然後內部投票通過 那行政院長就下台 那因為行政院他裡面的官員 各個部長都是行政院長提名的 所以行政院長一旦下台 這些官員按照制度就要全部下台 所以就是整個內閣 行政院我們稱為內閣 整個內閣呢 就整個倒掉了 行政院叫內閣 行政院長叫格魁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行政院就被推翻掉 那可是這樣子一來 欸 這樣子立法院不就又想怎樣就怎樣 對不對 如果今天立法院真的立了一個法 叫有雄老師 行政院長跪著進立法院 那我不肯啊 我復議嘛 我復議之後他就把我趕下台 趕下台之後下一個立 下一個行政院長來 你肯不肯跪著進法院 不肯就下台 肯就肯再來 但也不可能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讓他們這樣做 所以在制度上面呢 你看就是互相牽制 行政院其實權力很大 全台灣所有的 全國所有事情都是他們 大部分都是他們在做的 他權力很大 所以他要被立法院透過法案和預算 制約 約束 判限制 我們叫做制約 所以行政院要被立法院制約 那 立法院制約了行政院 變成立法院太大了 所以要給行政院一個 反過來約束立法院的權利 就是複議 那可是行政院如果可以複利立法院 行政院的權利好像又太大了 所以再給立法院一個 去制約行政院的權利 就是倒閣 那如果說真的都搞到這樣子了 他們兩個還在鬥的話呢 這個時候 立法院如果提出了倒閣 然後行政院他被倒掉的時候 他就在立法院 倒閣通過的那一個時候 他必須要送一份公文給總統 通知總統說 你當初提名的內閣被倒掉了 這個時候 總統他有兩個選擇 接受或不接受 就像剛才這些也一樣 立法院用法案約束行政院 行政院也可以接受 那不接受就提複議 他提了複議 立法院也可以就算了 就接受算了 既然行政院不要就算了 但是他也可以不接受 不接受就提倒閣 他提了倒閣之後呢 那行政院被倒掉了 他沒有講好的權利 這個時候 總統他就要選擇接受 好吧 你倒掉我的內閣 我就再找一個來 或者是他不接受 不行 有熊老師 就是我心目中 最好的行政院長 自己講不好意思 那 我不行 我不給你倒他 那這個時候他怎麼辦 他會通知 通知總統 就是你的內閣被我倒掉了 哈哈 不會哈哈 那這個時候總統就要 做出一個決定就是 我要不然接受 要不然怎麼樣 不 不是你倒掉我的內閣 是我把你倒掉 總統就可以在這個時候解散國會 那這個國會就被解散改選 就要改選 所有的立法委員就要重新去選 他們就全部都失去立法委員的資格 那你可能想說 那這樣總統權力超級無敵大 那第一個他是總統 那我們目前的總統沒有實際權力 實際權力在行政院長 所以他地位上有點操然 權力有點大 那另外一個其實總統也不是沒有辦法制約的 我們可以罷免他 立法院也可以罷免他 立法院可以罷免他 而且也可以提出公投去 就是用罷免的公投去罷免他 所以也不是完全沒有制約總統的方法 那台灣這樣子的制度 我們在課本上面會提到 總統有這個被動解散國會的權力 也就是說總統不能想到 或他今天看立法院不爽 就是重選 他沒有這個權力說想要解散國會就解散國會 他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解散國會 就是當他的內閣被立法院成功的倒掉了之後 立法院通知他 他才可以在這個時候發動解散國會 如果立法院不倒閣 總統就不會解散國會 就是法律這個規矩就是他一定要等到倒閣被倒了 不行了 我的立法院 我的行政院被倒掉了 好 不 不是我的行政院被倒掉 是你倒掉 他這個時候才可以去解散國會 要不然的話他就不行 這個叫做被動解散國會的權力 那我們講被動也就是說有主動的 這個世界上有一些國家 他的行政領袖是可以主動解散國會的 比如說日本 日本的首相可以主動去解散國會 台灣有一些人因為不喜歡我們現在的政府體制 不喜歡總統 很嚮往內閣制 可是其實內閣制也有他的缺點 舉例來說 日本他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 那日本的首相會在什麼時間點解散國會呢 因為日本的首相他是內閣制的 所以他首相就是立法委員公推的那一個 那 看起來好像這樣子照理來說 首相會跟立法委員相處得很融洽 其實不一定 立法委員公推首相出來 首相還是可能會不甩立法委員 或者是說他們後來意見可能會分歧 那到後來呢這個首相呢他就會在 他跟立法委員意見有分歧的時候 然後他覺得自己的聲望好像要走下坡了 如果我再晚一點去選舉的話 我可能就選不上 所以我就要趁現在趕快重選 那所以日本的首相你會發現 他們很喜歡做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說他做了一年甚至不到一年的時候 就提出一個感覺很前衛很激進的政策 比方說這個以後大家健保都不用錢 然後我們就去抄那些有錢的家 叫有錢幫我們出健保 提出一個很前衛的政策 然後立法他們的國會不會通過 不會通過他就解散他的國會 解散國會就改選 那因為他這個前衛的政策會吸引到選民的支持 所以他就有機會在這次改選中 又再度當選 就是他和他所屬的政黨就有機會再度當選 他就可以再當一次的首相 但是很少有這個陰謀詭計 很少有得逞 他們有的時候會解散國會 可是都沒有什麼太好的下場 對 因為日本民眾看久了膩了 對於這種解散國會的戲碼看久了是膩了 大家都會知道說 你現在解散國會還不就是因為 你覺得這個時候選對你有利 也不是多正當的事情 附帶一題這件事情啦 來看一下上剛才的這四題 這一題你其實可以發現我們可以把X先抽出來 X抽出來之後呢他是剩下2X平方 還有2也可以抽出來 我就先抽了 把2跟X都抽出來 剩下X平方加2X加1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什麼 2X乘以X加1的平方等於0 那我可以同除2嗎 那同除2之後呢 這個X加1的平方等於0 所以他解出來的話 要不然這個等於0 要不然這個等於0 所以他就是 X等於0或-1 可以嗎 來看 第二題 剛剛說到我如果可以拆成兩個東西 讓他變成X加假乘以X加1 那到時候這個假 你看我們再寫一次 我把它乘起來 它是X平方加假X加1X加假乘以 那所以整理起來是X平方加假加1個X加假乘以 那因為這個多項式運算不會沒事敬畏的 所以這樣子假加乘以就一定是7 假乘以就一定是10 兩個數字加起來是7 乘起來是10 是多少呢 嗯 其實我們可以從乘起來是10這邊去想 兩個數字乘起來是10 然後1跟10 2跟5 2跟5加起來是7 猜到了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 換個顏色 X加2成X加5等於0 箭頭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X就等於 要不然X加2要等於0 要不然X加5要等於0 X加2等於0的話X等於多少 -2 X加5等於0的話X等於-5 所以這個就答案 好 然後下一個X平方加5X加4 一樣兩個數字假跟1 加起來是5 乘起來是4 這樣是多少呢 嗯 就直接寫了 就是1和4 1和4乘起來是4 加起來是5 其實這個加起來會超過後面這個乘起來 只有一個種可能 就是乘到1加1 就多1這樣子 這樣X等於-1或-4 下一個 X平方加11 X加24 乘起來是24加起來是11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找到 這個 我說我們可以從24這邊去想 就是說拿兩個數字乘起來是24 然後再去想說他加起來是多少 所以X加3和加8 3跟8乘起來24加起來11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十字交 用拆解公因數 講出來 拆解公因數來去算方程式 有一個方式叫做十字交乘法 那我們下一集就會來介紹這個十字交乘法 然後這是我們這一集的作業 OK 這是 第二十二集的 按個暫停 可以看到就按個暫停 好 我們今天上這裡 我們今天上這裡 按個暫停 可不是 在這裡 我們在家裡 可以看到他